好的 另外要帶來關注的是高雄市 今天新增了三十八例的本土確診 其中娛樂場所群聚鏈又增加了二十例了 另外還有一例是來自於 貢城科運被匡列隔離之後確診的 其他則是跟外縣市確診者足跡重疊 或是有密切接觸染疫 而關於這個娛樂場所的群聚 目前疫調後匡列的接觸者 已經超過了三千人 今天公布的一些確診個案來看 有很多都是已經是屬於第三波的 這個傳播鏈 但是我們在昨天跟前天也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的策略就是說 希望說還是在這裡能夠 把它做用擴大篩檢的方式 來避免這些個案外溢到社區裡面 所以我想從昨天跟今天篩檢的 特定的這個營業場所看起來 這個數目其實增加的數量不多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說能夠加快這個腳步 能夠把這幾家大的一些群聚的 這個事件的這個能夠加速的這個採檢 那總體的包括娛樂場所的員工採檢的數 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七成 那我們希望說也希望大家能夠配合 能夠盡速的來採檢 高雄市的娛樂傳播鏈包括了雅閣 金巴黎 地堡 大帝國等等 新增了16例 其他娛樂場所相關則有4例 因此市長陳其邁再次強調了 針對娛樂場所等高風險區域 會持續來擴大採檢的 而全體員工在4月15號開始 必須有PCR陰性的證明才可以上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